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是House的话可以把这个放到你的车库里 昨天在一个沙发艺术家那买了一套Ramp 我没想到铁的这么沉 其实我应该想到的 就是塑料的它本身没有那么沉 但是我总觉得塑料的它没有那么结实 其实塑料也挺结实 但是铁的可能心里更踏实一点 然后这个东西我不都不说 就是它比我想象当中 这个金属要用的材料要用的更厚 可能这边它就不太讲究轻便化 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这个吸塵器还是那种插电的吸塵器 效率高 像这种不插电的 就是锂电池驱动的 怎么也是不行 怎么也是 动力上插太远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也有一个戴森 V6叫V6吧 然后实际上我觉得它也在清理车的时候也有一点力不从心 相反去那个修理店或者是去4S店 他们给清理的时候 那种插电的那个动力就非常足 骑着咔嚓的就清理干净了 来到家附近的house区啊 来干嘛呢 来去一个显行馆的电视 好重啊看着 头被箱放不下吧 头被箱放后座吧 不太好放开 我现在需要一次性腰腿发力啊 把它给提起来 刚从电梯搬出来 现在考验这个腰力和腿力了啊 具体多重啊 不知道 但是经过三次起蹲起蹲起蹲 还是把它给搞上来了啊 然后有一件事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可能算是有点不学无数 所以没干过太重的体力活 所以就是腰背啊 这些都没有劳损 目前来说就是虽然费点劲 但是还行 那我知道又在国内的有很多跟我年纪相仿的一些朋友啊 已经有一些腰腿和这个背的这些损伤 就是年轻的时候你干活的时候呢 比较累或者说就是对腰椎和这个颈椎啊 或者是腿啊 造成了一些损伤 但那时候你年轻的全然不止 你以为恢复几天就好了 等老了以后呢 它那个骨骼膜 骨骼膜啊 就开始就是啊 逐步的就从那个地方就开始往外破啊 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可能你的腿啊 就会越来越严重啊 所以就是在这边呢 我发现你就是劳动规定的一些 复合的量啊 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你举不起来你就别举 然后太重的东西就有一些相应的工具 比如说像仓库里边有一些 起重的设备啊 或者一些什么的啊 就就不会让一些机器应该干的事让人来干 好 今天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视的参数 呃 三阳manufacturing manufacturing这个词呢 你可以理解成组装 也可以说成制造啊 反正随你 然后就是它是 这家工厂是在美国 这家工厂是在美国 然后这个电视呢 拿到国内也是不能用的 因为它是 呃 120伏和60赫兹啊 这个电流频率才能使用 啊 那是这个 这么一个标签 下边呢 就是有这个audio的输出 有输出端口啊 有输出端口 还有像 呃 AV的一些输出端口啊 这个就是天线啊 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当然我想也没有太多的年轻朋友看我视频吧 啊 呃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电视虽然它没什么价值 但是它的这个外观设计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它实际上屏幕还行 但是它在侧面看呢 它并不是特别大 就是说它在这个显现管这个部分也做了一个外壳的一个优化吧 正面就是三阳的logo啊 这个logo是这种啊 我相信很多之前的电视也都是这样的 就贴上去的 现在很多车上是这种标识啊 然后这个是代表一些立体声啊 呃 dbdbx是啥 这我不知道 sap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然后这个是一些调整的按钮 中间没有能够面板能够打开的啊 这三个口呢 这三个口分别是这个 如果你要玩游戏机什么的 就是你从后边接就比较费劲 你直接就把 在这个地方就就 它这个audio啊 在这个地方直接把它那个video就给输入了啊 这个是挺方便的 就对于一些玩游戏的小伙伴 然后就有一个菜单 怎么样 这个声听到熟悉吧 以前不是每天都有电视节目的时候 就有有的时候你打开这个电视会出现这个台标 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 我把声音给调小的啊 这个遥控器啊 是这个元带的 可能它有一些配套的像VCR啥的啊 然后 有点摸出包胶来了 但是还行啊 呃 比较遗憾的是 我今天没办法给大家演示这个电视的效果 因为这种呃 输入的信号源 我暂时没有 得去买线去 那接下来这台液晶的电视啊 我就得把它给也送人了 之前有些国内的朋友看我视频啊 就是我又在这又 拿人家打印机 又拿人家电视 又拿人家什么什么的啊 就很多人觉得不理解 然后他们也不太知道这个机理是什么 很多人就是也抱着一种嫉妒心态在骂我 说实话我一点不在意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即将要来的 或者说他们抱着开放心态 对这件事感兴趣的啊 我倒觉得我非常值得分享一下 当然我也不是全知道啊 就是距离我上次拿打印机和拿电视 其实我在现在的这个内心里边 我已经多了一层认识以及多了一层转变 那这边是这样的啊 就是呃我之前另外一期视频也说过 就这边呃物质上实际上是缺乏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 呃必需品和这个底层啊 或者说老苦大众这个阶层的人呢 他们获得的这个东西呢 又非常容易触手可及 甚至有的时候就不用花钱 啊你像这个打印机呢 他是今天我去的那家是一个白人夫妇 不是很不是很年轻也不是很老 呃电视放在地下室 然后呢这个女主人她看到我来了以后 她还问我啊 她说需不需要我丈夫给你抱出来啊 后来我想这么沉的东西 让人家抱不太合适吧 即便是就是说在大家的印象里 就是加拿大这边人都比亚裔要更壮啊 但实际上也转不了那去啊 后来我就说呢 我说不用 我说我如果你允许我进入你家呢 我说那我就自己抱啊 然后他说这没问题 然后我就给抱出来了 抱出来以后放上车 然后就回来了 回来了跟我老婆去了伦敦JUX 以及一系列的跑腿 我下午才有时间才把它给弄到楼上 后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边是一个什么基礼呢 就是这种电视吧 按照这个重量啊 如果比这个轻的 它实际上呢 是可以卖的啊 它有什么价值呢 就是你知道玩那个Retro Game 就是一些老事的这个 人天堂的那些游戏 实际上它无论效果优化的多好 你在液晶屏还是玩不出这个 在显性管电视上玩的这种效果 很多人呢 还是会玩一些老的游戏 还是会倾向于用这种电视啊 这是一方面 这是它的价值方面 但它也有它的这个没有价值的地方啊 比如说这些这个在这边有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租了房 然后你要搬家 搬家呢 你需要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给清走 在这边呢 有一些有皮卡的人呢 他们专门做一种职业叫Junk Removal Junk Removal 是干什么呢 就是说你怨着前后左右 如果说有垃圾的话 你是需要就是雇人清走的 这个垃圾呢 它的界限 它与真正的咱们想象的垃圾界限完全不分明 它有的时候呢 可能是一些你用旧的餐具啊 也可能是一些旧衣服啊 甚至有可能是一些旧的电脑啊 或者是一些旧的一些运动用品呢 包括滑雪用具啊 这些东西都有 这些东西你没办法带走呢 那你就需要把它给处理掉 有的时候会搞一个grunt sale啊 就在这个地方把这个东西卖掉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时间临近搬家期间呢 有的人会说说那赶快啊 大家就免费拿走吧 还有一些东西呢 就是免费拿都没人拿的 你就像这个电视吧 它是20寸以下啊 大概是我瞎说的啊 就是20寸以下吧 实际上它是比较抢手的 因为很多人就是比较容易抱嘛 也再次搬家也容易带走啊 它也有它的功能 像这种呢 就是比较大的 就是这种就是搬起来 比较费劲 很多人呢 就是说宁愿就是放弃啊 另外这个电视 大家也看出来 它根本不是那种平面直角的啊 就是它那个可能索尼那个时候还没发明啊 特利隆技术啊 不管什么原因吧 就是呃 这种电视呢 那你觉得它可不可以捐献到这个呃 当那是圈线中心的啊 这个也是我后期的一个理解 就是这边的这个人吧 啊 咱们不把它区分成啊白人 或者是后来来这儿居住了几年的这个移民 咱们就说在这儿已经居住了几年的这些人啊 他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在这边 其实我去很多地方 我也不断的受这种呃 东西影响 其实包括你去foodbank也是 foodbank其中有一条 就是你判断这个食物是好是坏 就是你觉得说你不会吃 那你也不应该给别人吃 然后他们这边人呢 也多多少少养成了一种呃 对物质的一种给予的一种习惯 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你没用了 那那呢 你可能免费给人家可以 但是你如果说你送到捐献中心呢 送到捐献中心呢 呃 一个是涉及到你得需要搬 还有这个 你自己也大概率也知道 就送到捐献中心 实际上 它不一定有价值 啊 不一定有价值 所以说很多人呢 就宁愿说 他们呢 也送到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他们送到捐献中心呢 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啊 因为捐献中心要给你一个打折卷 打折卷在这边 最少应该是 根据你的买的东西 可能至少需要6美元啊 至少你可以这个打折6 6加币 6加币啊 6也是30块钱 对吧 啊 没有发任何信息 实际上我是在等他的 Exactly Address 但他并没有发给我 然后呢 我就想 我说是可能人家就 不方便吧 或者什么原因啊 我就没再问他 呃 9号的时候 然后这个星期啊 这今天是15号 就等于过了好几天 他又问我 是他主动来问我 他说 When do you want to pick up 啊 When do you want to pick up 我说 我还跟大家说过吧 就之前我去取 那个免费咖啡机的 那个姐姐 他还让我快点啊 他让我快点 他应该就是要搬家啊 还有一些东西 就是说在Facebook上 直接就是 呃 Facebook这个 这个模块 在国内很多时候 是不能用的啊 因为 呃 大家翻墙 出来以后 Facebook的这个 地理定位 这个模块 是失效的啊 就是我们在这呢 经常会用这个 marketplace 这个地方啊 买很多很多的东西啊 就是这种 呃 相当于是 我现在已经把它当成 就是国内的咸鱼了 尽管我对咸鱼的 运作机制不是很了解 就我现在已经把这个 当成国内的咸鱼了 在这边呢 他会基于你的 你在的位置 和别人发布的一些情况 他会给你匹配一些东西 当然他也会通过数据流 给你匹配一些 就是你的兴趣爱好的一些东西啊 包括你搜索的 呃 意向什么的 举个例子啊 看这里边有个叫 Today's Pickup Today's Pickup 就是你今天必须把它搞走 就是他 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发布信息的这个人 他希望你今天就把它搞走 或者说你尽快把它搞走 啊 因为他 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你看这还有一块钱的自行车 啊 一块钱的自行车 那我对这个电视 这期望并不够 就是我可能未来会买那个AV的输出线 啊 AV的输出线跟AV片没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AV输出线 那个video的那个红白线 然后我会 呃 用那个树莓派啊 我手上还有树莓派 还有一些开发板啊 我可能会弄一些这个 呃 复古游戏机 然后没事 或者以后退休的时候 可以拿出这些什么 混豆轮啊 赤色要塞啊 沙罗曼蛇啊 拿出来打一打 因为那个是我 呃 童年哈 比较好的一个回忆 然后 呃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回忆呢 就是年轻的时候 就小的时候 那时候很多 像我们这种出生在三四线城市的孩子 是没办法 呃 见到电视像索尼啊 三阳啊 松下这种电视 那都是到了中后期 呃 改革开放了啊 才有这些电视 之前有很多电视都是国产的 像牡丹啊 还有是像像什么 呃 一些品牌啊 熊猫啊 什么的啊 呃 我我我 我有点记不清了 就是 呃 北京的那个牡丹园 它实际就是牡丹电视机场的 那个周围的那个社区啊 那个就是牡丹 呃 零零散散要说什么呢 就是 我们国家啊 在当时就是由于外汇管制嘛 所以就是这些东西 实际上 加上老百姓普遍手里边没有钱 呃 有钱的人呢 也买不了 也买不了 这个是需要五金站的管事儿的人帮你批个条 你才能买的 啊 然后 那个时候这个电视实际上很少见到进口的品牌 啊 我对这个进口的电视呢 也一直觉得就是 这个在我的童年印象当中应该是一种 呃 就特别期望得到的一种东西吧 可能你少年青少年时期没有得到的东西 你就在你 记忆当中永远会买一下这么一个种子啊 好 那今天先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感谢大家花时间看这期没啥用的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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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